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南部则刚好相反 这也是雪山群的一大奇景 山上地形复杂 有很多冰层和峡谷 因为此山海拔区间不同 所以气候和温度也呈多样性 在雪线以下绿枝葱雨 在四千米以上则白雪覆顶云雾飘渺 远远望去十分壮丽 因为山的壮美和高度所以吸引了很多人前来登山 但是从20世纪初期至现在 所有的登山者都挑战失败了 甚至成功登上珠芬的专业团队也没能登上这座山 在1991年 就由登山队开始攀登此山 准备撑死6400米时 天气骤变 队员们只好扎营休息 然而当晚发生大规模雪崩 队员全部遇难 其实最早的挑战者是英国人 在1902年 他率领队伍登山失败 在之后的时间里 一切登山活动全部失败 直到2010年 仍有登山者挑战 但是在山上失踪 至今也没有联系 从这可以看出 虽然人类有好顺心 但只有与自然和平相处才是最好的 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难以攀登的山呢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和小开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信心转发以及关注哦